哈喽我的观众小可爱们你们好呀 今天继续更新怪异黑杰克系列 绝对不是因为三斤这几天偷懒 没有找其他的动漫来做哟 最近黑杰克接到了一份略显神秘的委托 前来与黑杰克交易的是一个叫做玛丽亚的女人 她带来了黑杰克开出的50万医疗费 不过奇怪的是 玛丽亚并没有急着让黑杰克去治疗 而是说病人的情况暂时保密 要黑杰克去指定的饭店里等着 如果一周内她没有找过去 黑杰克便可以直接拿着这50万离开 至于其中的原因 让我们把时间倒退 前些天 阿尔地加共和国遭到了约乃兹联邦军团的入侵 军团直奔首相府邸 逮捕了阿尔地加共和国的首相克鲁兹将军 此事一出震撼国际 对此约乃兹联邦总统的说辞是 克鲁兹将军利用他的权势和地位 大量栽种和走私麻药 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毒瘤 他只是在维护正义罢了 这位沦落至他国监狱的首相克鲁兹将军 就是本次黑杰克的病人 在被捕之前 克鲁兹便身患癌症 加上监狱中环境恶劣 更是不利于病情好转 还押几日后 他便转移出监狱 送往法庭进行检查审判 然而途中 押送部队遭到了袭击 袭击小队正是由玛利亚所带领的阿尔地加的战士们 他们成功救回了克鲁兹将军 但玛利亚的眼睛也在交火中受伤了 这一天正是玛利亚与黑杰克七日之月的最后一天 七天的时间用来等待 对于黑杰克来说有些漫长 不过什么都不做就能赚到五十万倒也不差 可是就在十二点钟中敲响的那一刻 玛利亚回来了 他亮腔的倒在了黑杰克的怀里 不过人坚持说自己伤得不重 要黑杰克赶紧跟着他去救真正的病人 而后便昏迷不醒 黑杰克为玛利亚处理了伤口 可没一会儿他就被飞鸟的动静惊醒了 黑杰克有些惊讶于玛利亚的军人素养 并说他眼睛所受的伤 如果换成一般人早就痛晕过去了 更别说能站起来 玛利亚表示这不算什么 比这更疼痛的严心拷打他都经受过 他便说还便脱下衣服给黑杰克看 这满身的伤疤对他来说是寻找 也是小国为获取独立和自由 跟大国对抗的代价 修整过后 玛利亚带黑杰克去了克鲁兹的藏身之处 不过野外缺乏专业的医疗设备 黑杰克只能凭借着经验 做一些基本的判断 结果是 克鲁兹的癌细胞已经由淋巴扩散着全身 即便有健全的设备给他手术 他也撑不了太久了 玛利亚请求黑杰克务必再想想办法 因为克鲁兹有不得不活下去的理由 他代表着整个阿尔迪加共和国 对于自由和独立的追求 如今国家的首领被捕被栽赃 国民也将失去希望 所以他必须活着回到故乡 喜情污名 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 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他被处决后 国家大乱 约乃兹联邦会趁虚而入 抢走其地下石油的开采权 与此同时 约乃兹联邦总统听说 克鲁兹被劫后十分愤怒 他封锁了消息 下令对克鲁兹展开低毯式的搜索 务必在审判日之前 把克鲁兹给活捉回来 当天夜里 玛利亚主动投入黑杰克的怀抱 并且明月是为了保护黑杰克的安全 他对黑杰克也许有爱慕 但更多的应该是对黑杰克身上自由气息的向往 可哪怕此时 玛利亚赤身裸体 他也是基于自己的信仰 并愿为其奉献一切的赤诚 第二天一早 玛利亚将自己的贴身手枪留给了黑杰克 然后开始为对抗随时可能抵达的追兵准备着 可即便有茂密的丛林做掩护 他们仍旧没能躲过热成像仪的追踪 很快 一方派出的突击队 就对他们发起了精准的攻击 玛利亚一方的士兵在交战中不断牺牲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能与着正面交锋的装备 只能由玛利亚和黑杰克先行带着克鲁兹逃走 虽说暂时摆脱了追兵 但克鲁兹的身体已经不能再脱了 所以黑杰克决定就在野外为克鲁兹进行手术 切除他假装现重的病灶 虽不能治愈 但至少能为他延长一段寿命 明白色的月光 加上现有的简陋设备 组成了黑杰克的战场 黑杰克虽有信心 可一旦病人出现大叔血的情况就难办了 玛利亚听后马上站出来说 到时候可以抽他的血 因为克鲁兹不光是首相 也是他的父亲 当晚月亮闪光 手术进行的很顺利 可就在马上收尾时 他们接到了追兵逼近的消息 为了保证克鲁兹的安全 余下的士兵决定把追兵引到相反的方向 好给玛利亚他们争取到撤离的时间 决定好作战方案后 大家开始行动 每个人都抱着必死的决心 各自为战 如果有幸能活下来 就到离国界最近的教堂会合 可惜的是 他们的牺牲并没有换来太多的时间 这边 黑杰克高效利索地结束了手术 由玛利亚驾车 准备一举穿越国界 回到故乡 可车还没有开出去多远 他们就遭到了敌军 两架直升飞机的追赶 他们并不知道 就在刚刚 联邦总统已经收回了 活捉克鲁兹的命令 并将其改为击毙克鲁兹 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 与克鲁兹外貌极为相似的人 而且这个人还因吸毒神志不清 这更加坐实了 克鲁兹贩卖毒品的罪行 面对直升飞机的轰炸 玛利亚决定主动出击 他靠着自己 溢于常人的勇气和战斗力 奇迹般地击落了那两架飞机 然而他自己 却没能奇迹般地活下来 临死前 玛利亚用最后的热情 献上了一个 终究没能胜过命运的吻 而后 黑杰克带着克鲁兹将军 抵达了国界 可惜的是 总统早已率领不下 等候在这了 这一路上 士兵们已经全部牺牲 最后一战 克鲁兹当然也要勇往直前 他露出绑在身上的炸药 以同归于尽做赌注 想要穿过那看似容易跨越的铁丝网 回到他心心念念的祖国 只是 当他爬上铁丝网的那一刻 就有数十把枪 同时对准了他 黑杰克前撞 便由玛利亚留给他的枪 抵住了总统的脑袋 希望能帮克鲁兹最后一把 然而 总统还是毫不犹豫的下令开枪了 一瞬间 那个孱弱 但坚毅的背影 便消失了 后来 黑杰克还是在约定会合的教堂里 等了三天 哪怕他知道 根本就不会有人来 也许未来 除了黑杰克 不会再有人知道 曾有一群为了信仰和国家 而克死异乡的军人 那样勇敢的战斗过 既然如此 那就让玛利亚的手枪 和转刻着他身份的吊牌 成为这段历史 曾经存在过的证据吧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为信仰的力量所感动 为现实的绝望而窒息 也许 这就是优秀的作品 才能带给人的震撼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三斤的话 不如点个关注再走吧 爱你们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